我们讲的新型举国体制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市场经济 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一个 新型举国体制 它就跟比如前三十年 主要就是以国家来计划 来主导 然后就是考虑的市场 考虑的那种经济的利润就少了 商业利润就少了 那么我们看新型的举国体制 它是跟市场的一个结合 就是说它不仅要 比如说你的一个技术的问题 你还要考虑到这些利润的问题 这些就是经济的问题 这些都要考虑到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中国当它参与全球化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 比如说制定产业政策 科技政策 它这种赶超欧美这些 那个科技强国的时候 然后呢政府为它来牵头 但是把那个就是各方面的主体力量 包括社会的市场的 还有不仅是国企民企 全都调入了一块 我觉得它是形成一个合力 但这个合力呢 也是就是说是在那个前三十年 形成的一个工业文明的 一个那个举国体制的基础之上的 然后才有就是说 我们讲就是那个新型举国体制 正是因为前三十年 我们形成了一个 那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然后呢还有一个广大的一个国内市场 中国呢才能就是说 它有一个那个全球的一个代工厂 假如说你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话 你是不能承接那个世界的代工的 所以这个所以这里头 就是说在举国体制上 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是一种连续性的 当然这种连续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连续 它又有一种创新 是在一个参与那个全球化之下的 一个新的一个创新 数字文明时代那个新型举国体制呢 它跟数字的结合 那么它是有完成经济的转型升级 比如说我们看五千年历史的话 中国历史 比如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 是一直世界领先的 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 中国是那个落后的 落后等于是那个几百年后来 中国的那个赶超 在短短的几十年 比如说变成那个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数字文明时代 中国落后没这么大 尤其在5G的这个时代的话 在这个时候就是说 数字文明跟新型举国体制的结合 那么它会使得那个新型举国体制 它会迸发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力量 当然我们知道它一方面使这个数字经济 它会一个快速一个指数级增长 但它的风险也是一个指数级的 所以这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大国的话 那么中国它那种防范风险 也是那个不是举国体制 就是说不能比你的 比如说我们去看美国 美国它是有很多数字的那种垄断巨头 比如说谷歌这些 然后亚马逊这些 那么在西方它在一个资本主义 这么一个体制之下 它是对资本 它是尤其对那种跨国企业 跨国资本 它是没法去那个对它有所制约的 所以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 就是说那种华尔街 它那种贪婪没有节制 然后出现问题 但是中国的这个 新型举国体制呢 就是因为这个举国体制 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在一个定语 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那个举国体制 它跟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体制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的话 就社会主义它是对资本 对技术 对市场它是既充分利用 同时又加以规训 那么就是我们看卡布拉尼有本书 就是大转型这本书吧 它就讲到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它是有一个对社会的一个摧毁 所以它提出一个概念叫要保护社会 那么社会主义它就是对一个社会的保护 所以它就是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克服 所以我们看今天那个全球化的一些危机 然后出现了逆全球化 比如说我们看美国 欧洲的那个民粹主义 就是因为整个这个全球化 本来这个规则是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制定的 那为什么特朗普说它是不公平的呢 其实美国它是整个是全球化的一个获利者 但是它这种获利呢 是少数人获利 它没有外移到广大的那个中下层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全球化呢 它要把这些转移到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中国 这样的话就是它会出现一个制造业的一个空心化 那么本来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它应该在美国内部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不是说然后就是找一个外部的一个替罪羊 我觉得那么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呢 在一个数字文明时代的话 它会就是在它具有很大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全国的一个调控 但它同时它会有一个它会进入到一种精细化 就是这种它既能那个就是说 比如说五大刀也能秀真剑活 它有种精细化 那么这种精细化治理也是跟中国农业文明 它是一个精根细作的那个农业 跟那个美国那个大农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起来农业文明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过去的东西 但它那种那种思维方式也是会延续到今天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中国文明一以贯之 这么一个一个历史众生来看我们的那个新型举国体制 因为任何一个那个一个制度 就是你的长处同时就有可能会变成你的那个一个短处 所以这里就是举国体制的话 因为它的那个强项呢就在于你的一个高度的 就是你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你的一个效率高 你的执行力强 这是你的优势 假如说你的决策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也是灾难性的 所以呢那么就是说你的决策的话 就是说就特别重要了 比如说改革开放特别强调 实事求是 比如小平讲那个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说你需要有这些就是很多那个一些配套的一些条件 不然的话你不能是拍着脑袋那个就是做决策 所以我想就是说任何一个制度 就是他在那个运作的时候 他不可能十全十美的 他是在一个不断的调适 所以我们看就是论语孔子讲 他说假我数年五十亿学义能无大过义 就孔子说他五十岁嘛 学周易的话 给他更多时间学周易的话 他能无大过 那么孔子在古代认为是圣人 他说只是没有大过 那么其实小过不断嘛 所以我想我们不避讳就是我们的举国体制的话 我们的长处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落点在哪里 那我们看到落点 我们就怎么又克服这个落点 我们看苏联的话 他其实也是采有一种举国体制嘛 所以我们看其实就是说 最早那个美苏那个竞赛的时候 苏联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这点上就是 美国比如说对苏联是非常忌惮的 只不过呢 比如说他跟中国相比较的话 他有个问题 他太强调 就过于强调一个中央的一个计划经济 他太强调那个重工业 所以我们看就是说 我们前三十年是一个积累 比如生产的积累 然后到了改革开放 比如说我们原来从重工业 然后同时也发展轻工业 然后满足老百姓的那种消费嘛 但是苏联它没有这么一个转变过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中国的那个举国体制 其实它是有两个积极性 就是它一个是 它要发挥一个是中央的一个 它整个一个调控嘛 然后它从此也注重发挥 那个地方的积极性 就是它要两个积极性同时调动 比如说财权的下放啊 然后让地方有充分的决策权 所以这点上就是说 我们也吸收了很多那个苏联的教训 就苏联它不是说一定会崩溃的 不是这么回事 是它有些那个 它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就纯粹从经济来说 是我刚才讲的 那么还有很重要就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看在戈巴交付上台的时候 它政治是幼稚的 那么在中国来说 就中国它对领导人的那个培养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我们想就是说我们这个举国体制的话 比如不管是前30年举国体制 还是后30年的举国体制 它的领导的是谁 是中国共产党 那么就是你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要求就非常高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叫党籍研绎国法嘛 讲共产党员的修身啊这些 你放野任何一个世界政党 没有说你共产党 比如你党员还要有什么修身问题 你顶多就是一个底线的那个 不完美法律就行了嘛 在中国不是这样 就是说所以举国体制呢 它对于这个政治基因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 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特别强调党的建设 比如说反腐啊这些 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举国体制 你要能那个发挥的好的话 跟你这个官员是直接相关的 跟官员的素质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我可以做这个功能 会的儿 ook 跟总统一样 谁咬的主会 温度会不错 就是没问题 那这就够没问题 或者你也不知道 逢了 哪这里 现在